好,故事講述,完成這個熔岩城之後,繼續去外探險 你看到周圍有什麼,用不著新的鬥士讓他解放 那個熔岩城的路位就要開啟了,再多走一會再說吧 嘩,青棉藏 重來的減少 竟然出完床沒效吧,謝謝 還有這個轉第二個 每集起碼要用兩個角色 既然有波紋的話 打死東西了 就算你們弟弟沒有了,我告訴你 兄弟也要殺 富伯不過是大魔王,很有魄力 不單是認識這個市長大,還可以太山崖頂的東西 但又要幫你這麼強的角色 試一下新角色,就像Yoshi那些 即是上一集所加入的新同伴 其實是全部解放了 Assist Figure的話就要靠他幫手 因為女生比較可愛,所以就將他選為我的最愛 這是正神不過我一件事 甚至怪兔團是自動吸道具 我可以選擇 選擇顏色的話,也可以選擇Yoshi的顏色 質地都可以選擇 不同形態我都可以選擇 如果你選擇用者的話,還可以轉同幾代 不過只限你幾代呢 第三代,第四代,還有第八代 這個 搞定,人家先攻擊 嘩,飛一點 嘩,白裂斬啊,神經病 我傻的,白裂斬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自己 但先不要滾下去 嘩,死了,他的攻擊力很高 小心 收啦,是時候還擊啊 我還給你 死產 耶,這次還不太不太太 不知道幾多Yoshi撞過來 你看,千軍萬馬,那些子孫孫 Yoshi的超別都是動畫師超別 他很快地衝到前面 如果成功衝到的話 他的東西同族都會衝過來 他就好像有很多車子 等同這個F-Zero Captain Falcon的車隊 好了,如果解放到這個 還可以轉入道館 咦,做什麼? 嘩,這個Master Hand真是 這個Master Hand真是 不過不怕 因為你指定的命運的話 就可以收橋補路 是不是動物之心那個 這個就是風喉 這個就是個帽子 在下一次之後 要搞定它 超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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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對方巨人的關係 所以又選這個巨人炮 嘩 打死體力 還是打出界就可以了 war 哇 這次炸死了 好聰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啊, 幸好啊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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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啊 不過呢, 問頭有很多的蜜蜂前主關係呢 可以說都是用巴體好一點的 就是 Super Armor, 黃金馬里奧 不用比蜜蜂前主呢 打起來效果都好一點 空後的賭館得以開啟 他會教你什麼呢? 重飛行牛啊 看呀, 防禦力, 跳躍力和重力 都是得以提升 就好像這位皇后那樣 當然啦, 防禦力提升的攻擊力就會下降 既然呢, 跳躍力上升 意味著移動速度都有所下降 因為人在防藥更加低於提升 這次的攻略會有限的 雲的隊員會有限的 最好是有限的 在時的隊員會有限的 隊員會有限的 隊員會有限的 對啦,他們將會有更多份量的 咦,還有道館的樣子 看看,限時之外要搞定這敵人 催眠床 OK的,他們都 想做都做不到,很麻煩的,因為睡著了 哎呀,麻煩了 我沒有白癡啊,連自己做甚麼都不知道 快點 快點 準備,開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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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還沒死 死定了 這就是天氣了 去到100% 送來一請 對了 因為Rushy會變成導彈的關係 所以防禦的時候他自己也會變成導彈 前必殺技也會變成導彈 左右衝 我們修好有趣 對了 剛才拿到操作應轉 所以我都可以用剛才的 對賊 全員會減速了 所以怎麼辦 要是dash 超速 真是超速的撞擊 真的超速的撞擊 超速的撞擊 看下好像可以穩定一點 的 超速的撞擊 你刺得這麼過癮啊 你刺得不夠我把一段牆距離了 傻仔 外外修的賭場得要開啟的 這叫網卻樓 即是把之前學過的全部忘記了 當一聲就沒有了流牌 要重新學過的 請你為你選擇最適合她的流牌 聽來只會說同一句話 嘩 三級 她原來還會恢復體力 這位女生很厲害 那位女生很厲害 啊 那位女生很厲害 他還沒可能 他..了 那位女生很厲害 那位女生很厲害 對 那位女生很厲害 那就比卡超吧 Pikachu 如果目前還沒有加入一個新的豆豉 那我就會轉回什麼了 那也要用之前的角色 例如村民、Mario、Karbo 對,我還沒見識過 Karbo也是夠的 因為... 好,我的台的T,Mario我吸死你 凌晨什麼? 準備... go! 爬牌! 爬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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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來吧! Rules continue 啊!反射 這個錯誤所以浪費一次機會 如果我反射的話應該有機會 幸好 有狂神拜佛希望電腦可以按XD 可以自己放下街 還打算打那個女生 可能按X的表現可能很適合 好像我的新手 打大戰鬥接近一年都沒什麼進展感 始終沒有了 貴婦人的帽子之前是沒有拿過的 咦? 看有沒有這些道路 都去到 速度加速到人家 打多兩盤就收檔 可以對手 馬力羅 這個 動附的身手真的很文字 所以真的不要中了 大眼睛 但不知是有打頭的耶 好 冲冲 咦? 我有之前的這個 好了 解決 解放他吧 鉗? 這個頭記像鉗一樣 所以就這樣稱呼他 好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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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會打明魂模式 每次都會在不同時候打 會有不同的節日 會有不同的 function 特定的Pokemon 都會有得到 真的沒有錯過 最多的 最多的 解決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更有用的 其實我可以不要打打招呼 被人禮貌 怎麼不...怎麼... 你幹嘛啊你... 啊...真的錯錯著啊 好像想射爆你的家龍道夫 你的魔人 一個一個都是亂來的 你真的幾有趣啊這個 那個愛之傳呢有這個foss在守住 星際飛狐來的 難道他學求愛情啊 還必殺技通常都會使用這個 雷馬利路啊 嘩人王也有王 不知道有沒有帶滑絲帶 現在在右艇那邊打 一...一... 只要一他接到海的話就沒等了 因為急流來的嘛 來啊 小事一樽 小事一樽 打雷呢雖然是 電屬性威力最強的招數來的 不過呢代價是 硬撐得很大一下的 即是Pokemon裡面呢 名作率都比較... 都不太高啊就是 好像只有70名中率 我原則就是這樣的 名作率90或者100 名... 名作率90或者100 才會用的 不過很少有例外的啦 雖然呢 就算名作率都沒有到我標準 但總是一些實用的招數 其實應該是要裝這個反射裝置才是嘛 它有槍 其實應該是要裝這個反射裝置才是嘛 準備 準備 來吧 好 對 他上射的嗎? 這麼厲害? 好厲害 還不撞散你啊?成功機會 挖你的眼睛 趁你發脾氣再用這個超必 好漂亮 趁他病拿他的名字不受為一張展術 來的 看外子傳了可以再開這個機關 不是這樣嗎? 有一道防護罩可以解開 解放綠色的防護罩的話 就可以進入神殿 你看!石路自然也要消失 那我開了一個新路 然後有兩個水管 只要進入這個水管就可以進入另一個位置 又不是走迷宮的關係,所以這集比較輕鬆一點 先走這些山路,就會有米圖之心 好,這集就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順便你們的like 先看看能不能夠數,不夠明顯 都沒有打到boss,如果打贏boss的話,需要得到大量的技能碎片 可以的話,不用再留意,去share給大家 按個鐘仔,就知道幾時會出片 好,下集再見吧,bye bye